好另外不久之前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赢得世界关注的电竞团队台北暗杀星他们今天出现在立法院来拜会立委们希望政府可以好好来重视电竞产业的发展 不过其实还蛮特别蛮有趣的因为呢原来是在电玩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禁忌说是如果这些选手来跟政治人物握手的话会带随 所以玩家们戏称叫做死亡之握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今天选手们算都低调没有特别来说这样的禁忌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还真的没有人去跟立委握手呢 拿到冠军的台北暗杀星选手第一次踏进立法院拜会立委笑得很腼腆有些不知所措 但粉丝们担心的是心目中的英雄会不会跟这些政治人物握手 因为据说在电玩世界里有一个禁忌只要跟政治人物握手就会被带随 没有太机会 队员低调说没听过这传闻 但从头到尾还真的一次握手都没有 恭喜但是我不握手了 但电玩也能出头天但政府能给他们多大的资源 电竞好手们期盼未来电竞也能列为正式的运动项目 我们的性质其实跟一般的运动选手是差不多的 我们一样是付出全心全意然后再训练 然后为的就是在大型比赛当中为国争光 但大家心里更期盼的是效仿南韩电竞选手可以免服兵役 蛮羡慕免疫的 可是替代疫就还不错 只要能够维持自己的训练的那个分量的话 其实都还可以 以前可以让他们做改服替代疫吧 至于说会不会少服15天 我想我们有我们的计算方式 政府之前不重视电竞产业 得奖了才开始动起来规划 而竟然要开始关注电竞选手只盼望 政府完真的别在虎头蛇尾 一电视综合报道